我今天希望能夠把資料從SS 可以寫到什麼寫到 從而是有寫到SS 那也許我這邊我們可以先多增加一個按鈕叫新增 一筆先從一筆開始 如果一筆過去的話 那多筆應該就沒問題 多筆就是一個回圈 就一直寫一直寫就對了 那你要如何寫資料過去 這個地方 除了你需要 建立SS資料庫之外 所以第一個 你可能要 看你對SS熟不熟悉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需要你對SEQL語言熟不熟悉 因為SEQL這個語言 它新增的部分有固定的用法 所以你要會 那你必須在 SS資料庫裡面 跟 你要跟SS溝通 比如說你要跟他講說 我要新增一筆資料的話 你必須用SEQL語言跟他對話 那SEQL語言 在這邊的話呢 當然如果 我們要用的話 我這邊已經有寫一個 已經寫好一個了 就是 印射印2 印射印2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用過SEQL資料庫的同學 應該陌生 那因為為了同學的挫折感 不要太深 所以這邊都已經有打好的 你等一下只要Ctrl C Ctrl V就好了 不然以前我是直接讓同學自己Key 我發現你只要Key錯一個字 按下執行 就 都會有錯誤發生 所以 我們要先如何學會 如何在 這個 SS裡面 跟SS溝通 同樣 在SEQL server 在Ologo 它同樣也會有個介面 可以讓你跟任何資料不溝通 原理原則都一樣 在哪邊 特別注意 請你找一下 建立 建立裡面的話 會有個叫查詢設計 OK 特別注意 如果你對 那個 我好像在雲端上有那個圖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對這個SS不太熟 OK 查詢設計 查詢設計裡面的話 它會先跳這個畫面 請你先把它關閉起來 關閉 關閉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 會有三個大字 叫SEQL 有沒有看到 就在這裡 所以 你只要找對的之後 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新增一筆記錄 到 資料庫裡面去的話 請你用SEQL語法 就像你到美國去 你要會講英文 應該講美語 OK 如果你到那邊你跟他講中文 他可能什麼都聽不懂 一樣的道理 所以 要到SS 到資料庫 那個語法一定是 Insert Into 然後呢 哪一個table 哪一個table 指的是哪一個工作 哪一個資料表 空一個 問題 其一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你要告訴他哪些欄位 哪幾欄位 有五個欄位 所以五個欄位的名稱 你必須要知道 姓名 豆點 身高 豆點 體重 反正你這個不能打錯 而且 我不知道 你們如果 賄賂的時候 剛好同學 有多 一欄 還是少一欄吧 其實你也可以從這邊按右鍵 去把它設計 多一欄就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把它刪掉就好了 OK 如果 你要修改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丟進去 後面的話加一個 Values Values在刮弧 就是給他 一個蘿蔔的坑 對應的欄位 然後對應的值 好 不過那幾個字 可能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話 可能很容易出錯了 所以 等一下 一樣 雲端上面請各位注意一下 Insert Into 問題一 就是哪個table 刮弧之後 哪五個欄位 可能這五個欄位 應該是都一樣 如果 等下有bug的話 應該是什麼 可能是你那個名稱 跟我取得不同 好 C 這樣應該會 不是以後都C 以後的話 你要自己修改 反正你只要新增資料 一定是InsertInto 後面欄位你自己改 空一個Values固定的 哪些資料 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 資料 設計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資料 按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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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檢視 如果是文字的話 前後要加 單引號 如果你是數字的話 就不用加單引號 這個是一個固定的規則 OK 如果日期的話 你要加什麼 緊字號 或者加單引號 有的時候 要看資料庫的類型 好 那這個地方因為只有兩種 單引號 跟沒有單引號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一行 就是 姓名有單引號 性別有單引號 其他沒有 OK好 Ctrl C 那因為我們 Test一下 就是說直接在查詢這邊貼上 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我需要做什麼 我需要做什麼